欧美多家银行深陷危机 首间倒闭的美国直股银行 规选主要源于高度投资政府债券 和联邦机构支持的不动产证券 截至去年底 这些资产占直股银行总资产高达4.5 并随着不断加息加剧贬值 持续加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至今个月8号直股银行倒闭以来 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累计下跌130个基点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就下跌60个基点 而停止加息又如何平抑国内的高通胀呢 美联储似乎走到一个两难的境地 如果看这个远期市场 实际上它认为3月下周加息25个BP的概率 大概是85% 就是有比较大的概率 还会有25个BP的加息 但是所谓这个terminal rate 就是最终加息停留在4.9 实际上就是Pricing还有一次加息 而且这个从减息开始 就是从Pricing6月到12月会有三次减息 高息环境又如何引爆直股银行的隐患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去年3月以来 面对持续加息 直股银行基本上没有为其庞大的固定收益资产 对冲加息风险 同时以科技初创企业为主的客户 面对公司估值大跌等的情况 不得不取回存款令银行产生流动性压力 这家美国排名16的银行极速倒闭 为市场上了一祸 中型的银行他们比较积极地去放财 给一些科创行业的同事 他都分散自己的业务 不单只是借钱给这些行业 也都借钱给一些其他行业 同时之间一些资产上的配置都要分散 也都未必说真的会最终引发到 可能资产太过单一 或者是没有分散之后 结果就是太受一些某个因素的影响 美国加息加得太快 对个息口太过敏感的一些资产 那个价格大跌 我想这个就是得到的一个教训 凤凰卫视记者 吴慕联波特